大马目前最最最严重的感染群,Sivaganga,今日再再再一次爆发。 卫生总监拿督诺西山在今日的记者会中对于该感染群,再带来坏消息,Sivaganga感染群单。 日报增6宗确诊病例,其中5人是家人关系。 诺西山表示,今日新增的6宗确诊全是二代感染,其中一名病患,第9032号病患,是曾光顾该店的时刻近亲,他在8月2日开始出现呼吸困。 男症状,在8月5日被送入院并证实确诊新冠肺炎。 目前当局已经检验其家人,新冠检测结果尚未出炉。 另5宗病患,分别是第9033宗,第9034宗,第9035宗。 第9036宗,第9037宗病患,都是来自吉打居邻的一家人。 他们曾一起到访吉打,县被卫生部列为针对性加强目标行动管制令区,Temco,的地区,目前感染源头仍在调查中。 被实施针对性强化行动管制令的四个甘榜分别是甘榜乌鲜,Camp点乌乌鲜,甘榜古邦巴拉斯,Campoon Cubang Pa点 Loss,甘榜巴东色奈,Campio. 截至目前,卫生部已经筛查2,3.51人,30人确诊,1617人因。 信,704仍在等待检验结果。 预查看更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新闻,可以点击此链接。 !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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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